對,那如果要這樣講的話,我還是要慎重的問說 你沒有跟人家牽手過,每一個人都有 大家有適當的一個社交場合,那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那大家有適當的一些表達,自己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禮貌 或者大家交往,熱絡的一個情況,這都互相要尊重的 那我覺得在藍營裡面,其實我認為可能是 有一些議員,他選舉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難吧 所以他需要出來秤熱度,但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秤聲量,秤熱度 我還是覺得很不道德 藍營的議員是PO出了您參序的照片,奉斥您是前竹手 那您怎麼看,可不可以還原一下當時的情形 那也想請教曹董同樣對這個照片,您怎麼看藍營這樣子爆料 第一個要還原那天的晚上 事實上是一個像文藝界裡面的一個餐序 那他們也請我去,那我們因為有一些相關的活動也要配合 所以我是用過餐以後,然後八點多 然後去那邊,那有些朋友也相當熟,也是長期的朋友 大家就多聊了兩句 那至於一項,沒有所謂的閒出手的一個問題 那是一個公開的場合,用看圖說故事 對於這些在,不管是在醫界或在藝文界文化界裡面 大家都相當有一個,就是相當努力的人 來用看圖說故事的方式,對人格的污蔑 我覺得是不應該啦,我還是要慎重的問說 誰,你們有跟人家牽手過? 每一個人都有 大家有適當的一個社交場,那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那大家有適當的一些表達,自己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禮貌 或者大家交往,熱絡的一個情況 這都互相要尊重的 那我覺得在藍營裡面,其實我認為可能是 有一些議員他選舉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難吧 所以他需要出來秤熱度 但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秤身量,秤熱度 我還是覺得很不道德 大家都是媒體人,媒體第四權在現在還可以被壓制的嗎? 如果平心進去,大家問問自己 會不會被壓制? 如果你覺得有報導的自由,報導的需要 你都會去報報導出來 所以委員用這樣的影射的方式 我想確實是不應該 大家要秤身量,也不需要這樣子 那整體用八卦追蹤 幾乎已經到了根燒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這都是不對的 多謝! 我記得有我說嗎嗎? 我記得有說的 我記得有說話了嗎? 我們可以拍照 那些事件 對 如果你不需要 我們不需要